花蓮市立幼儿园小班 在29号上午举办了 幼幼点点名 中秋节野餐的活动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在学校 参加中秋节的活动 大家显得特别的兴奋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前往 现场和孩子们来同乐 老师在小朋友脸上 画上一点一点的黑胡子 不要怀疑他就是小小后裔 拿起弓箭更是一连设下了 九颗象征是太阳的气球 这逗趣场面就在29号上午 花蓮市立幼儿园所办理的幼幼点点名 中秋节野餐活动 老师们以生动有趣的方式 让小朋友换装上台演出 讲述中秋节的背景故事 讲完故事后 就是小朋友们最期待的野餐时间 大家边唱着儿歌 边吃着家长为自己所准备的 柚子集月饼 让校园充满了欢乐氛围 那我们非常谢谢市佑的园长 跟我们老师 还有所有家长愿意配合 我们市佑所安排一系列的一个课程 那配合节庆 那我们分别为大班中班小班 那让各个不同的年龄层 有不同的一个玩法 那从游乐当中学习到 我们所有节庆的一个重要意义 那今天是针对我们小班的部分 那让小班了解到中秋节的由来 中秋节的故事 用故事的方式 野餐的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老师非常用心 这样安排这么多好的课程 那我们相信未来孩子在市佑的部分 也会看到孩子也非常非常稳定 那希望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都能够吸收非常多知识之外 也能够在里面交到非常多好朋友 更能够跟家长分享在学校里面所学习到一切 小朋友同言同语 介绍着跟爸爸妈妈一起合力完成的创意幼稚 其中有玛丽欧 皮卡丘 月兔 龙猫 玩具总动员的蛋头等等 每个人的作品都是创意满满 呈现不同造型 让私佑小班的中秋活动 不仅是充满童趣 又能借此培养亲子关系 让小朋友在私佑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也可以是丰富又精彩 记者徐立琴 花莲室报导